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很久沒見了 我沒有了 說清楚這個是做書業的最終豪潔 不要這麼說清楚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訪談 看看書店的銷售情況 還有找他介紹的好書 還有他現在是兩間店舖的 一間是賣新書 一間是現在這裡的就是賣舊書 舊書我只是秦過一下 好書是不少的 讀者有機會過來秦一場 我想問一問你 最近的經濟就不怕了 經濟永遠不會 但也不錯 因為我們始終開了這麼多年 差不多四十年 有四十年 七八年到現在 七八年到現在 三十八 三十八 話給我入行 四十八 我七八年在這裡 那你像我很多 我這個才是傳媒人 你這麼遲才進去的嗎 我是入那個時候 入了華小局 是啊 但那時候 我八九年才接到書 哦 那我 八六 八九 八六年 嗯嗯嗯嗯 我七八年就在這裡兼職 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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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時候真的 你說 那是我的同學 他在這裡做兼職 然後他說 那時候其實他帶我來的時候 我已經很喜歡這裡 很喜歡 你本來是喜歡看書 我喜歡 然後他說 不是 他帶我來 走一走一圈 已經很喜歡 然後我說 如果你不做的時候 十八 咦 那就穿了球 哈哈哈哈 好計 算數了 不是 那時候我剛剛是準備要考大學的 那後期沒有讀 所以這個就說 我那時候問過自己 跟著老闆叫我說 你不如轉職 全職的時候 我在想 我們讀很多書 為了什麼 都是為了找一份好的工 人工高一點 但是 如果你做得不太開心 或者那份不是你很喜歡的 那怎麼辦 我又想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跟自己說 但我現在很喜歡這裡 真的很喜歡 那我打算 如果不是 譬如說做到考 我真的很想考回大學 就再去讀過書 我覺得不難 你有得回頭 結果 沒有 回不了 那我都計過數 我打算 每一天 我又這麼喜歡看書 那你買書錢 限了不少 總之 這些 自己跟自己計數 那個人工都可以 而且在書裡面也得益不少 那個是中生的 林先生 中生的 那些是撕不走的東西 是啊 真的撕不走的東西 那些書本來講 可以說是 如果一本好書 是一個好的朋友 可以跟蹤中生 還有幫我們去尋找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會知道 但是你會有一個思考 在那個思考過程中 有時候你會有些極毀 或者是有些東西你自己不通 書本真的給我們答案 就算他沒有真的答案給我們 但是他都 在那個尋找過程中 其實你得到很多的了 林先生 得到很多 那種的符竹 不是錢買到的 我有時經常都跟Happy說 Happy 書中自有皇宮 我是真的 真的 有時候林先生 你知不知道我們很划算 就是 做了一件事 有什麼想 你一看書架 那些是人家的精髓 而我們很現成的 就這樣吸引人家的精髓 很簡單 是嗎 我們真是吸引人家的精髓 吸引人家的精髓 我們是最底的 是的 一步步好像樓梯級 你一個問題解決 再上一個樓梯 或者你例如看一本書 有些東西 打通了 你又可以上一個人生的階梯 一路一路上去 那不是錢的搭出來 那是真的 你在這裡 我常覺得 人需要就很少 想要就很多 但就是因為那些照片 令你很不開心 那書中 你會戴得 有一次很有趣 有一次你見到書名 什麼叫做幸福 什麼叫做好名 這些其實都是在書中 要去尋找的 是的 我覺得 終其一生 你在尋找過程 終於很滿足 是的 是的 林先生真的是 以前 譬如書店 我來說 當然是一個 維生 維則生計 這是其中一樣的 當然是自己成長的另一種 還有一個享受 幾樣東西加在一起 我不會想到一個異議的東西 但自從雨傘運動之後 好笑的 那段時間 我知道當然有些人反對 那些很正常的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大家談 但我沒有想過有這麼大部分的人 是反對的 那種吵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 林先生 你知不知道 因為來自書店的人 大家都是同路人 大家都是同一種的價值觀 聊天 所以在我來說 我是沒有藍絲 這件事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你也沒有怎麼看所有人 我只是看書 你有自己的天地 而且來自都是同路人 最重要是同路人 自己的朋友 變成你根本接觸的人 全部都是很自然的 好像一個空氣 完全是一個空氣 很自由的 完全沒有什麼 沒有想到其他事情 然後我跟同事說 我們香港得夠了 當然不是 他們嘗試外面 去看看食肆 那些人看著電視機 在罵 為什麼他們會問 沒有問一下 為什麼人家要上街 你所有的事情 都是問一下為什麼 不要只看著一件事 一個表象 然後吵吵吵吵吵吵吵 林先生 我真的覺得 人家來到一件事 你只要問一下為什麼 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書後 會幫助我們 平時就不斷 和書道裡面 一種互動 但有一部分人 也確實不看書 他的價值觀點 可能很純粹 就是從一個生活經驗 比如他舉一個例子 他可能就是開店的 過體戶 他面對的是什麼 生計 他應付的租金 人工 煤氣水電 公樓 我知道 但是 你面向的和他面向的 是不同的 一樣 一樣 我都要面對這些 價值觀為什麼會不同 因為大家的取捨不同 不如他的取捨 所以我面對的一樣 是的 他的取捨不同 所以他們的取捨 那個先行 那個先行 我都會先行 你很明顯的 價值為先 可能社會上需要有公義 你會出來 他就認為社會上有沒有這樣的價值 就不關他的事 兩回事 所以變成差異在這方面會形成 譬如說我們很想走一條路 很靜的路 但什麼叫做正直的路 小時候都不知道 但你會通過閱讀 通過一些東西 但你一定有一個 本身有一個向光 向光明行的 那個心 所以燃煉科 有一句說話 我都說得很好 他最怕的人 生活在一個暗的地方 而不知自己是一個暗的地方 我們知道 當然是向著光 要走 但你本身有一個心 是想向光 有些人真的沒有的 他都不覺得有問題 那沒辦法 當然我都希望他看一下書 突然間發覺 原來光是很正的 那就好 但是你有那個取向 你才會很想在書中去尋找一些答案 我們認為是 那個觀念 告訴他 究竟是我們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哪一方面 這個是 所以有時候和書都是這樣聊天 有時候覺得看書 不只是看 是對自己看的 有時候一些好書 你覺得不一定是對的 但你都要盡量去交通它 否則你的人 就永遠停留在某一個位置 那交通的過程 其實就是令到我們去開闊一些東西 還有有時候很有趣的 你看書 看不同的東西 咦 為什麼我沒有這樣想過一個問題 那等於我們人物等於多一個出口 多一個呼吸位 多一個角度 是啊 會 現在出書 所謂出書 因為容易了 質量是沒有以前那麼好 因為現在太容易了 你只要有錢 你都可以自己 自知有什麼都隨便 問題就是我們出書 要看一看那個 你出書有沒有價值 當然你可以出了自己 或者是不價值真 這個可以 現在太多人寫一個感想 他不是寫一本書 寫一本書 其實你是要不斷的 你的人生 你有反錯 反思 再出來的東西 現在不是 現在是感想 你看完一本書 我們要問回自己 我到底在裡面得到什麼 如果你只知道一些東西 一些資訊的東西 我覺得你對人生 是沒有幫助的 你只是知道一些東西 但那個對你這裏是沒有啟發的 但我們有時候的東西 你是要 譬如說 你看一本好的書 它會跟你有一個撞擊的 它會引起你去想一些東西 看書的過程都是從漫畫開始 一定 我都是由情緣開始的 我看完之後 接著就看 岑海論 賢心 全部都看完之後 你會發覺有些東西不夠了 接著我就看到廖輝英 隨著你那個年稅不同的 你愛情小說 你那個 不是只是年稅 是你那個 年稅不一定 你好像 我當時看廖輝英的時候 我都是很小的 但因為你已經覺得 有些東西不夠 滿足不夠 之前因為你看了一大陸 是的 但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會不斷地 就在那個地方 找回相同的作者 有沒有其他作者 差不多的書 但你會 所以我剛才會說 你有沒有那個取向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那個取向 你不是不斷地 有沒有一個 你有沒有其他 好像她的書 那你的人 就永遠在第一級樓梯 但當你發覺 有些東西 我想再多些 我不想只停留在兩個人之間 我想有家庭的 家庭的 父母的 社會性的 或者一個女性 去社會做事 她要面對什麼 那你就會多些 接觸到有廖輝英 李昂 你去到 不夠了 我想看一些男的作者 怎麼寫的 那你就看到 八仙蓉 這些東西就會慢慢慢慢 你自己去追 我覺得林宇棠 有一句說話 有一段寫得很好 她說 你其實不需要 跟那個人說 你看什麼書 不用 他就好像一個猴子 你只要帶他去樹林 他自己懂得去尋找 他要的果實 你不要跟他說 吃你有益 吃蘋果有益 不用 他自己選他自己要的東西 書店等於是 就要種類多 根本就是 他說一間學校 都需要有一個圖書館 不要緊 多與少 連話回事 但你必須要有一個圖書館 你讓那些小猴子 自己去選 他自己看 因為他只要有一個入門 所以有時候我們店裡 有些人來到 你都說 你們的書很難選 每一本 我說是呀 因為我自己想 別人多些選擇 譬如說 你講孫子兵法 會有五種不同的 你自己選 林先生講的 你有一個註解 有陳旋 有一個註解 有另外一個Happy的註解 都不要緊 譬如我覺得 那個註解一般 林先生的註解好些 不要緊 那個人可能覺得 林先生講的話 不適合聽 那個人我適合 那你就選擇那個人 你起碼先進入 你對孫子兵法 你首先有一個了解 然後你覺得不夠 他講得好像 有些話好像 我聽聽說 不是這樣的 那你再來找 起碼你有一個選擇 最怕就是沒有選擇 所有人都是沒有選擇 就慘 是不是 林先生我都懷疑 我講到他那裡 真的 你輸都是 難道你說店長推介 最好的是這本 不不不不不 就是這樣說 人家就只看一本 你當然給了幾種 去選擇 雖然我覺得 那個版本一般 你覺得也不太好 可能是適合那個人的 頻道也好 什麼都好 或者他的閱讀能力 你先由他 所以有很多客人都說 在外面看書好 在你這裡看書好 很難 因為我們每天都得一本 人家要這樣做 好像文書一樣 但我覺得 都要多些選擇好一點 選書 當然是量要夠 要夠 他不多不少 都是自己要花時間 是 你說的 是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留意 以前那些人看書 是真的選書的 在書店慢慢慢慢看 我不介意人家打書釘 我常常覺得打書釘好 因為他看了書 是入了這裏 好過做其他人 但是你不選 你怎知道你要一本什麼書 所以以前我看到那些人 是真的慢慢選 現在沒有了 現在衝下來 是不是什麼人 有一本書出了 買完走了 你看有些人 那五分鐘 你看到什麼 你只看過 由選眼 又雙眼 你看到什麼 但那五分鐘 你拿好好的讀一個好的書 你不用說什麼 你讀一段的唐君毅 一段的前目 一段而已 你搞不清楚 再看 再看多幾次 會明白 但那個明白 你知不知那種開心 林先生 你不要再說 你從心出來的 你知不知 你很簡單 跟茅宗先生一句 是人就是人 你要做一個人做的事 很簡單 但你要搞通它 你要想 你知不知那種開心 當你一通 人就是人的時候 你很開心 而且確實有一些 甚至無理說的 在哲理上 有可能 你讀上 都不能再看一本 這就是 早前我看了一本 李家彤寫了一本 我剛好埋了 叫做大量閱讀的重要性 台灣那個 校長 他說大量閱讀的重要性 譬如有些人 我們以前的理解 當然就說 看多些書 對你的文字有幫助 其實他說 除了這些東西的意外 還有一個就是 你的理解力 譬如有時候我們也是 看不明白 飛過去算數 他說可以 你可以飛過去 你不要影響當時 你閱讀的節奏 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看完 但你一定要記得 你要回頭 看完本書 或者去到某一個位置 你試一試回頭再看 你可能那時候 已經理解了 但你理解了之後 你的樓梯又上高一級 否則你永遠就停留在一個位置 你一定要明白它 盡量搞通它 甚至你可以問別人 這句為什麼 不要緊 因為周圍的老師 我都很幸運 在書店裡 全部都是老師 全部都是聰明人 你不明白 很多人可以問 不用怕 可以問路 不明白 我很多時候都是 這句為什麼 那你就明白 你明白了一句 你起它之後 你就不會有難度 有一次 你講起時間 我醒來有一本書 《複眼的藝術》 是一個黑澤民家 好像編劇 或者編導 我忘記了 複眼的藝術 你知不知道很好笑 它說 以前坐地鐵兩小時 那些人就 坐地鐵 或者滾滾滾滾 那時還沒有手機 那些人在發呆 黑眼睡 他就發明了一件事 他說 我只是來回都要四個小時 我是沒有時間寫東西的 他那時還要上班 他發明了一塊板在身上 人壁的時候 那塊板就貼身 沒什麼人的時候 那塊板就拿上來 就寫東西了 那兩個小時 你寫很多東西 林先生 他經常說沒有時間 你肯不肯安排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怎樣去利用你的時間 有些人太習慣了 鬆了 鬆了 變了時間就這樣過了 所以 可以的 太遜 我們 這些朋友 學了很不少東西 不是的 我們或者 這邊 純粹是賣二手的 我們稍後就過去 去看看 陳小姐的心記 圖書院的新書 不想說 謝謝 達到 對 可以的 我們 轉 一邊 走 走